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华管党有名国应邀参务 任务透过焦修 推动台湾风力发展的进展到目标 突然台湾风力主要的优势 引进技术资金各国合作 修行各自相机 广东投电专举再新领丸三亚市场 台湾海峡是全世界最佳离岸风力发电场域之一 由于常见的东北激风和地形的效应 使得台湾的西部 海岸风化土地也极为适合设置陆域风力发电场 另外地主亚热带 台湾的阳光丰沛自然不在化下 位于太平洋火防带上 我们也拥有稳定可以供电的地热资源 所以新政府从5月20号上任以来 就积极透过各种机制来推动台湾再生内面的利用 希望透过国内外的相关业者的经验交流 我们也希望能够促成国际产业先进 像今天所参加的这些国家 进到台湾来进行投资 或者是跟我们国的业者进行技术的合作 来迅速填补我们在公立发电产业链的一个部署的地方 中华馆党有民国是为主要请参加的冠旗书党 中华馆有最好的力量资源 不然有更多机构 并且是全世界最优良的立法法党 而且有全台湾上官的立陶庚典 平均发电量 是台湾发电流程和立法 让人开发最重要的地区 彰化线政府会配合我们中央绿能的政策 我们希望在2025年能够达到非核的家园 所以希望这些国际锋利的厂商 都能够来到我们彰化来投资 不仅是投资在台湾 也能够投资彰化 那我们彰化线的绿能的产业 除了锋利以外 我们太阳光电的发展 现在我们也是后来居上 我们要建构的彰化线是一个绿能的大线 未来彰化管政府会跟中央密切合作 希望由国家主要的倒立 让203年来彰化六地赛金 并且创造立市的经济顺环好业 输彰化管身为一个集团的立市的大关 工业的频道 您准名台北彩虹报道 关怀电台台业佩音 给我们打气 给我们支撑